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恐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和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卡拿大的领导人杜鲁多自己逐从 之前记得他曾经和习生见过一次 在去年的 朱二十 是不是在印尼有没有记错巴里岛 结果那些人就说 习近平脅迫加拿大 其实当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 你把我们一起会面说的东西 爆给加拿大的媒体听不太好 那招不孝了 其实是 你听他说的 当然你可以说他心里面在骂 或者心里面在威胁杜鲁多 如果你要这样说我没办法 你知道习生看上去都是 可不可以这样说 挺微持目线的 看上去 当然 这次杜鲁多就捉重了 你和习生说 不可以干预我们的 选举的 结果 正了 反对党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和 支持自由党政府的新民主党 你说有干预 要全面公开调查 但是 杜鲁多 糟糕 全面公开调查会不会选举结果 别人都觉得 我是 叫做 叫做 mandy不够的 所以他都说 他知道自己的逐从 其实 我拒绝 是进行全面调查 因为 现在 这个 调查已经是 足够了 不用再查下去了 那就是了 我们经常说 阿郭 你之前说到这么大 有的有的 所以 你就说 好 中国真是有的 而且 你那些 部长 副手 都是 说到似层层 结果 现在 对 反对派是不是吃着 是呀 查他 你自己说过有的 结果 有干预选举的话 你为什么都可以选得到 没错 两届你都赢了 然后 别人可以说 其实很简单 我和你说 现在 不知道是人家玩叉他们 还是对家放点资料 就说 是呀是呀 中共说杜鲁多上台对于中共很友好 他表面上是反共的 那你就糟糕了 你就自己捉自己虫 是吗 等于 等于 你一说中国干预选举那天 其实 你已经等于 是将自己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 是等于大打折球 因为 你说有干预 干预 虽然 一般你说有干预有什么 通常是输过一方 当算一方提出来的 你想想 你当算有人干预 干预 干预所以你可以赢得到 人家会联想到这东西 后来他用的词就精进了 他就说 北京想着干预 试图干预 曾经企图 他用曾经企图 如果英文直接翻译 曾经企图 企图了 是没有干预 企图了 但是 两个选举结果都是不受影响 就是 因为如果你说受影响 现在 他赢了 政党 虽然第二次就是 赢得不够好 杜鲁多就说 已经有防止外国干预的机制 包括已经 有一个 独立小组 核实两次选举的完整性 但是 你那些 副手好像就不多争气 因为赵美兰女士 他在 上一年 朱二十 杜鲁多就和杂三见过面 今年朱二十在印度举行 结果 赵美兰就是加拿大外长 在 朱二十外长 会议期间就说给中国外长秦刚听说 我们加拿大绝对不能忍受外国以任何方式干预我们内政 那你是不是 你以为自己很帅 跟别人说 不可以干预我们内政 不可以干预我们选举 那你等于 又是将自己的 这个选举的 合法性 叫做自己打自己一把 根据赵美兰的声明 他在和秦刚 担任 这个 秦刚是担任中国外长首次 第一次见赵美兰 就说 我是以最直接的方式 表明我们加拿大立场 坚定而且明确 加拿大媒体 曾经披露北京当国 是想着通过所谓白手套 捐款100万加币给杜鲁多的一个基金 并且想着在蒙特利尔大学里面 为毛泽东设立一个雕像 加拿大国会 在野党批评 中国渗透干预的影响力 太严重了 要求 进行全面调查 而且全部公开 我就把你推到最尽 对了 但是你一说全面调查 推到最尽 就算这个反对党可能都会出事 因为你要多或少 如果你要搞得很极致 大家肯定 或多或少 你都要跟中国 或者一些华裔人士 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回 根据这个声明赵美兰 就说 遮住 叫做 走廊外交会谈的机会 告诉秦刚 加拿大绝对不容许中国对加拿大 的民主和内政 从事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 他也说他绝对不接受任何 冒犯 加拿大领土完整的主权 和主权行为 你对台湾怎样 之前你们不是说 要和台湾 建立更加紧密的 一些经贸关系 而且还希望有一些 更加大的官员去的吗 是不是双表 是吧 他就说 我们绝对不 接受中国外交官在加拿大领土上 从事任何违反维亚纳公约的做法 其实 有的话应该一早报导了 我认为 我认为了相当久 如果你有这件事情 要说出来应该一早就说了 你不会收拾 他有干预 之前说的新涉疆问题 你也懂得用这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 全西方都用的 当然中国也要反击 秦刚 就是斥责相关的指控 纯粹是错误和荒谬 那么当然 其实这个说 中国试图干预加拿大最近两次选举 是加拿大媒体近期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 你记住匿名 杜鲁多日前坦诚 情报就显示中国企图干预加拿大选举 但是 他就说 我们结果是没有受影响 因为受影响 你就要重选 你可能选不了 是吧 所以 你之前说得这么大 最后给你捉虫 另外 前副外长 Rosenberg 在28号的时候也发表了报告 就说 国家安全机构看到 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 是用了很大努力的 那你就公开了 说真的 是吧 但是 未有达到影响选举公正性的程度 所以呢 不需要 杜鲁多一听到很开心 就说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调查的了 目前调查已经够了 即是说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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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你一调查下去 会不会被反对党发大来搞 是呀 真是有干预呀 等会还有一些人 人权组织 或者有什么消息人士 就说 是呀 人家说 杜鲁多当选 是对中共最有利的 之后火烧连环传 不过 就是因为你最初那时候 贪口爽 还跟家媒说 我已经跟习近平说了叫他们不要干预我们 那你就是说有干预了 有干预呀 那你查吧 一查 那你合法性不行 那你没得做 这些事 是不是有点蠢呀 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 你也要想一想 你说得这么大 一来你没有证据 还有 你不怕这个瓜田里下的老板 可能你自己本身没有 你的党员 你的党友 未必没有的老板 如果有多少关联的话 你也会大 而且最怕 你知道媒体会上线 到时 要讨论你的政权 说回杜鲁多的 老杜鲁多 就是他的老板 Piha Piha 亦是现在的 杜鲁多的老板 曾经在六八年到八四年期间 两道出任总理 执政期间 主导与中国建交 并且 在1973年访华 在中南海 和时任的中共理道人 毛泽东会晤 在2015年10月 小杜鲁多 现在的总理 是 率领自由党在大选当中 大胜 16年5月 我们看到 原来 他 在自由党的一些 务款的餐会里面 也有你们所说的 中共同路人 现在就是说自由党 你查查全面 可能反对党也有 因为 西方政治 有一部分 助选的钱 就是来自捐款的 你不能否认 是吧 当然 后来他们说 就是 有些捐款人 就是 跟这个蒙牛创办人牛更新 就是 很熟 这样说 因为蒙牛也是 中国是大企业 因为 你知道他们这些 西门一上纲上线 就扯得很远 是吧 本来你读的那家学校 比如哈尔坤工业 哈尔坤工业大学 因为 之前是跟军方 有联系 他说到你普通学生 全部是等于军人 其实 因为中国的特殊体 有些学校 是融入了军方的 科研下去 当然他们就觉得 都是出事了 都不行 所以呢 现在 这个报告 报告了之后 之前老道老多的基金 就说 经媒体得知 原来 有一项 售证款 可能和中国政府有关 所以 秉持我们 这个基金 的核心价值 所以你将20万加币 退回给证款人士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就说 杜鲁多 验任的 小杜鲁多 对于 相关的捐款 不知情 之后 他当选自由党党会之后 已经 不再 涉及基金会的事务了 是 你可以这么说 不过这样 你记住一件事 有时候你发大来搞 挂田理下 记得 有件事件就是 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被人查 后来拜登不是一样被人查 是的 没想着很过瘾 没想着很过瘾 好 当然 亦说一下加拿大 其实加拿大 早前 几天前 就宣布 是 效仿美国和欧洲对于政府设备 实施TikTok的禁令 加拿大 就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跟 美国和欧盟 委员会的做法 禁止在政府 发放的设备上使用TikTok这个应用程序 理由就是 私隐和安全风险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 加拿大政府当然是 会跟机 一直都是这样 他们就说 这个禁令 已经实施 这个将会是美国和欧洲基于TikTok 所有人字字跳动 这个国家 字字跳动就是中国 的担忧 而出台的一系列影响 政府顾员的禁令的补充 他们 加拿大官方就有一些美国和欧洲的议员 还有官员就担心 中国政府可能 可能逼TikTok交出相关用户的数据 或者 对用户观看的视频 施加影响力 但是TikTok 一般来说 好像都没有什么 比较 奇怪 也有的 你说什么 涉及政治和国家 比较政治应该不多吧 大把人等着举报 你不用害怕 是 那结果呢 不用官方去做 大把人等着举报 小小都准备举报了 那结果呢 他们的媒体补充 字字跳动 的总部在北京 OK 欧盟 行政部门 其实都已经禁止了他们的工作人员 在工作用的设备上使用TikTok 在欧洲发布指令的同时 加拿大的监管机构对于这个平台的私隐 进行了调查 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大多数州政府一样 禁止政府雇员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TikTok 加拿大负责公共服务的部长 Fontina 他就说 Fontina 他就说 大家官员 在审查之后确定TikTok 这个应用程序 是被私隐 和安全带来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他就说 这个决定 是因为 中国有可能 要求TikTok交出 相关的资料 当然TikTok 他们也说 TikTok 是有 相当大的风险 所以 不让顾员勇 TikTok也有反击 你敢说他 TikTok的发言人就说 加拿大政府对于我们 的这个禁令 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是什么安全问题 也都没有联系我们提出任何问题和指控 做事不跟你说 他可能说 我需要跟你说 这家公司 TikTok的发言人也说 TikTok始终愿意和政府官员会面 但是从来没有政府官员找过他们 他们也 愿意继续 讨论如何保护加拿大人的私隐和安全 但是 这样单独针对TikTok 来说 是毫无帮助和不公平的 实际上 没办法 你的原罪就是 自自跳到在北京 是他们经常写的 当然他不会写 你的原罪是北京 但是 他们很 总部在北京的補充 针对 官员的 实施的禁令 加拿大政府发言人 之后也没有什么回应 可能禁了你 你不用说了 当然 加拿大总理道路多 之前也在多伦多 的一个活动上就说 加拿大政府对于TikTok的决定 可能 会 促使企业和个人反思自己的数据安全 可能 会 做出选择 应该就做出选择 继续用 原来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 TikTok 是2002年全球 和美国 下载量最大的App 当然 他们现在当然说 不行 很危险 政府就不允许 但是你说个人会不会不允许 暂时就没 好 这次节目时间 之前特朗普就打算这样 结果就糟糕了 他不知道 玩TikTok的人这么耐心 当然有些人说 这些是中共白手套 不过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什么都说中共白手套 就不用说了 这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